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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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他们对中联办和国会的巫耸 对中联办的扁排也进行了涂鸦 这个行为很多人认为 这个是有损中国的国家中研 怎么怎么了 其实呢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自由国家 这个只是言论自由的一个表达 在美国呢曾经发生一个 德州的约翰逊的焚烧国旗案 他把这个国旗美国的国旗给烧了 刚开始定他为有罪 但是后来最高法院判定他无罪 因为他是在维护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 后来这个国旗法案呢 一直在美国呢就是说 以这个言论自由的名义 你可以呢焚烧国旗 所以说这样一个法案表明了 在这个言论自由国家对国旗国会呢 他进行我们某种行为啊 破污啊 甚至给剪刀剪掉啊 表达人民的一种情感 他是无罪的 那么港人呢进行这个误损啊 扔了很多的一些黑色的东西上去啊 这只是表达港人对这个北京政府的强烈的一个不满 根本不涉及到一个犯罪 而且呢我们看到网上的网友对这个行为表达极大的一个赞赏支持 因为他代替大陆人民深受迫害的大陆台湾 还有新疆西藏人民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仇恨 对于他的这个长期的迫害呢 香港人民替大陆人民出气了 替新疆人民出气了 替西藏人民给出气了 所以说欧送国会事件啊 实际上是一个最具象征性的对抗北京政府的事件 实际上最具象征性的打击中央政权的形象的一个象征性的事件 这个事件呢 实际上说明了港人 他知道香港背后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北京政府 而且必须要对北京政府进行打击 进行给他威慑 我们知道呢 这个香港的游行呢 越来越针对这个中央政府 这几次呢 我们知道 一个是在这个西九龙地铁 因为那个地铁呢 直接通到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是首先是西九龙地铁的抗议 后来在上水 做光复上水 针对大陆游客的游行 这次呢 是针对这个中联办 然后误损这个国会 这一切呢 表明了港人知道 要解决香港的问题 必须北京政府给他要威慑 要解决香港的问题 必须大陆人民要觉醒 要进行联动 这一切呢 也是中共政府最害怕的 他害怕香港的革命分潮会影响到大陆 那么我就是 你害怕什么 我们就来什么 直到你答应我们的要求 所以这次这个行动呢 还是继续的来点燃国内的这个分潮 继续的给中央政府 给北京政府适宜压力 所以说这次行动呢 是非常具有这个智慧的 我们也看到中联办呢 他的这个负责人王志敏 出来也进行讲话 港共政府林郑月娥也出来讲话 说这个务损国徽 然后把这个中联办的扁牌也给 涂鸦等等这些行为啊 是挑战了北京政府的权威 是触及了一国两制的底线 必须要严厉的镇压 进行这个依法的处理 实际上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话 实际上这个完全是 你们自己不遵守法律 你们自己不代理人民的要求 你们自己一再的拖延最后造成的 香港人本身是非常理性温和的 那不是迫不得已啊 他不会采取这个行动 你如果一开始港人游行的时候 你就主动的撤回修例 你主动的调查警察的暴行 你主动的把所有刚开始参加游行 是会被抓捕的人全部释放 那么就不会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 而且这些所有的责任呢 很明显就在港共政府 就在北京政府身上 不能一味的谴责人民 你要自己反思 是谁把香港人民逼到这一步 是谁引起香港人民对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仇恨 是谁逼着香港人 误损国会 误损国旗 误损这个中联办 这么大的仇恨 这么大的充满怨气的行动 造成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北京政府自己 就是你港共政府自己 所以这样一个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呢 再次说明北京政府你治港无能 你是香港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罪魁护手 721抗议的第二大特色 就是港共政府是连续这七个周末以来 这次过度使用武力最厉害的一次 另外他挑起了市民之间的内斗 他动用黑社会对一般的市民同下撒手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那首先我们在看到在上环一弹 警方多次释放催淚弹 然后呢记者都听到这个枪响 可能打那个布袋弹 这个情况呢以前也是很少见 这次释放的催淚弹和释放的子弹也是数量最多的 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 说明港府根本他不是理性的处理这个事情 他越来越去向于暴力镇压 另外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就是在元朗地区 港共政府警察他们雇用黑社会的白衣人 打压和平的市民 有很多的这个证据证明呢 这批白衣人就是中共自己 港共政府自己他们来雇用的 然后看到这个警察呢 在这些白衣人开始行动的时候 他们的警局全都给关门了 市民呢求助的时候这些警察都不来 很多人还看到这些警察呢 给这些白衣人布置任务各个场景 而且这些打完人之后白衣人坐的车呢 就是这个警车开到的那些大的巴士 这些白衣人呢 他们在出发之前还受到亲共的一个议员 叫这个何耀如 还在那边握手 给他们打气 然后这批这个几百个白衣人呢 到元朗车站附近 看到那些参加游行回来的 或者是穿黑衣服戴口罩的 就动手打 后来除了这些参加游行的人 回家的比他们殴打之外 就一般的市民甚至有一个孕妇 有一个消防队员 还有其他的一些和平的市民呢 全都造了他们的毒打 所以这些白衣人实际上都是这个黑社会 而且比这个警察所雇用的大量的视频 大量的证据以及证明 背后操纵的就是港共政府 就是香港的黑警察 所以是真正的调取这个武斗的 调取暴力的 就是中共自己 就是港共政府自己 所以这个事件完了之后 林郑啊 还有这个中联办都发言说要谴责暴力 实际上引起暴力最大的就是他们自己 是他们挑起了这个暴力 是他们在鼓励这个暴力 是他们在用用暴力的力量 来对付和平的市民 所以总而言之呢 昨天7月21号的大游行 大抗议出现一些新的迹象 人民的抗争呢 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后对这个国会也进行大量的这个无从 替人民出气 替人民报仇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而且香港市民都已经发出了一个严正的口号 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必须在这个时代进行革命 革命的意思就是要打破这个体制 因为在现有体制下 你林郑月娥呢 你根本就不答应人民的五大要求 其实呢 他如果撤会修理 他如果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如果改变对这个运动的这个定型 他如果答应进行双普选的话 那就不会出现这些抗议游行的 但是他这五大诉求啊 连一个他都不会答应 就是第一个呢 他顶多就说死了 他一次付出就完了 但是他根本不会说撤回 因为他有爱他和北京政府的面子 所以在这样一种 他死不悔改的情况下 必须要发动更大规模的革命 另外我们也看到 港共政府可能在大陆公安的帮助下 他通过人脸识别 什么布袋识别 现在这种高科技手段 华为支撑的这些高技术 他已经锁定了六七百个 这些参加游行的中介分子 那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学生 大专生 还有很多是国外的学生 他们呢 有两三百人是冲在最前面 跟警察格斗 或者是任这个油漆单 就是误损那些国会 就站在最前面的 大概有两三百人 那后面呢 有三四百人呢 是给他们剃交工具的 送饭送水的 所以把这个六七百人 他们通过人脸识别 布袋识别等等手段 已经锁定了 说要在最近一两周之内 要全面的打搜捕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其中已经有这个 爱三十号人已经跑到了台湾 蔡英文政府呢 也打算收留他们 但是除了跑之外呢 还不如在最后一刻 进行拼死一搏 进行起来抗争 嫌弃更大的 对港府 对中联办的 表达人民的这种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呢 港共政府呢 他不得不会退缩 因为现在这样一个 这个动乱的这个局面 这个责任 港共政府应该承担 如果再延续下去之后 那中共的连夜丢尽 港共政府 他自己的智力 也会彻底的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 逼着他们继续退缩 如果不退缩的话 那人民的行动 就应该更加的升级 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革命行动 现在实际是非常成熟的 尤其他们在元朗的这种 暴力行动 雇佣黑社会 进行暴力的这个镇压 调取这个殴打 甚至殴打这个用户 这些已经激起了 全香港全社会 全世界人民的愤慨 所以港共政府 现在是自掘坟墓 自己找死路 所以人民应该发动 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革命行动 来结束港共政府 在香港的统治 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 最近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